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是3月21号 多兰多的气温是0到8度 在这个早春的季节 现在种已经解除休眠的 这些牡丹种子是最好的季节 那它就是说 发完根了 萌芽率 这个时候种下去 萌芽率是最高的 那我们今天主要来讲一讲 这个 鲁青亥伯 就是美系的这个牡丹种子 大家知道美系的牡丹种子呢 美系这个牡丹种子不容易结种 那结了种呢 它的种子也不容易发芽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重点来看一看 这个美系的这个种子的发芽情况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 它是一个 鲁青亥伯的 那从发芽率来说 看上去呢 这个发芽率大概有70% 那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室内这样子 操作一套操作程序呢 对鲁青这个品种来 这个系列来说呢 是挺有优势的 那劝大家不要 就是拿到种子以后 直接在秋天种到土里去 这样的发芽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大家看到 这个发芽率还挺高的 那接下来这个种子 接下来这个品种呢 Cronus 这个是鲁青亥伯里面 最黑的一个品种 它跟黑豹一样 黑豹呢 是正亮 它是乌黑 那 这个种子非常非常难得到 因为它是虫瓣的 那得到的种子呢 我得到了六颗种子 这次 都是七扭八歪的 那我在泡水的时候 48小时泡温水的时候 它的种子始终是浮在水面上 那照道理就是说 大家说浮在水面上 种子就淘汰了 其实并不是 那么我继续保持发芽 在四个月的发芽过程当中 它们芽发得不错 现在呢 已经解除休眠了 那我得到六颗种子 大家看到啊 有四颗种子发了 那发芽率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我这里重点跟大家强调了一个 就是别看种子浮在水面上 但是它们还是有很高的发芽率的 品种不同 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就是说 大家不要轻易放异 放弃这些浮在水面上的种子 那像这种种子很难得到 那你如果有四颗里面活了三颗 那对你来说 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收获 这颗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一个程序操作的 Angela Emily 这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品种 是紫蓝色的 蓝色的品种 那么我也没得到 我也得到六颗 得到六颗种子 那有三颗发芽的 发的芽呢 是比较粗壮 它也是lutein hybrid 那这几个种子呢 都证明我们在室内 培育这些 鲁金hyber的种子呢 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大冰戈的 大家看到 就是我放在冰箱里面 我的冰箱的温度 放得比较低 我这个种子拿出来两天了 放在室外 那还有大冰戈的 也就是说 其实温度上下 在0到5度这个上下呢 高点低点 对它生长都没什么太大影响 大家也不要太计较这个温度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最后看看来这个 lemon chiffon 这个勺药品种 勺药最好发芽了 大家看到 密密麻麻的 像黄豆芽一样 在这个塑料袋里面 拼命的生长 那这个就是我们 勺药 这个 勺药呢 比较好发芽的 勺药呢 像这个lemon chiffon 我们 只要是把它作为 嫁接牡丹的真木来培养 那两年以后 就可以嫁接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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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